第九届国展 我们说他不能把他说的是一塌糊涂 因为要尊重那些个入选 包括获奖作品 要尊重他们 但是由于这种波合理的机制下 他会产生很多波合理的现象 因此在刚刚不久 九届国展落下帷幕以后 就引起书画的一些媒体一片哗然 大家对于这里边的入选作品 特别是对获奖作品 发表了很多很多激烈的抨击 很激烈的语言 对这个问题 我当然也有看法 但是就说这些媒体说的是不是完全准确 未必完全如此 但是基本情况如此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看 有这么两份报纸 我手里拿的这一篇叫做西枝书画报 看字形就知道是欧阳忠师先生提写的 因为欧阳忠师先生是山东人 这个报纸也是山东省文史研究馆主办的 那么这个西枝书画报呢 它这个标题啊 就说明了对于九届国展的这个印象 我们呢就是沿用国展这个称谓 实际叫国展本身就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叫全国展览的很多很多 叫国际展览的也很多很多 实际上呢 好像因为现在它是个官方机构办的展览 所以呢 它的权威性覆盖面就更大一些了 所以人们习惯于把它称作国展 实际上 未必能代表全国最高水平 或者说这种手段 这种方式 其他的一些个展览 也是基本如此使用这种方法 但是一般都不叫国展 对他们是官办的 因此呢在这方面 就是这个成为国展的多 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标题 它说什么 它说此讲废私存 一亿相与兮 就是说对于九届国展获奖的这些作品 它提出了很多疑 也就是说 它认为这些作品不够获奖资格的 大家看在一开头 它就 受了一些令人 甚至是震楼发退的一些语言 我们看它怎么说的 它说令人遗憾的是啊 这次展览的整体水平 和前边的 比如说这个第四届国展 后来的一直到第八届国展 和全国是2002年的 这个青岛举行的蓝亭奖 这些展览等等 他说呀 每况愈下 它越来越糟糕 他并不是对原来的你就满意 他不是这意思 说原来办得很好 你现在越办越坏了 他不是 他是说原来你就很糟糕 现在更糟糕了 叫做每一况愈下 比如说 说一个人的身体不好 每一况愈下 是从不好开始 越来越不好 叫每一况愈下 那么你再看他 后边说什么呢 他说呀 他说这个 这样的作品 怎么能平上了一灯奖呢 然后他说呀 他说特别是 被评委评委一灯奖的 楷书历书和草书作品 令人一头雾水 莫名其妙 看这个 予以用的非常的激烈 但是 就评奖的作品 评成一灯奖的 这个一灯奖 这些作品 让人最失望 于是他把这个 评委一灯奖的这个作品呢 都发表在这上面 我们大家 看一看 摄像师把镜头拉近一点 这是一灯奖 一灯奖 一灯奖 有历书 这个 有这个 就所谓的楷书 还有这个草书 等等 在我看的相比之下呢 下一篇 这个行书作品的叫龙开胜的这位先生 写的还说得过去 写得不错 但这三张作品 你仔细看 就好像一个人写的似的 都是那种风格 非常的这个雷同 你别看 他书体不一样 他用笔的方法 那个思想感觉 特别一致 就是这种形体 在现的国展当中 这个真是比比皆是 现在有一个中国书写理事 他也是全国书写的一个评委 他在不久前见到我 他跟我说 他说现在的这个全国书发展 你正常写你自己的书体 你是很难入选 我说不写我自己书体 写什么书体 他说你要写展览体 他说我们现在就把它通常称为 叫展览体 展览体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展览当中 大家都写这类的这个书体 就是这个模样大体都接近 评委们就喜欢这样的提示 你写了这个 你就可以入选 你写了这种东西 这种体之后 你可以入选 可以获奖 那么也可以得到名与利 如果不写这种体 就不可以 这种体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大同小异的 都是这种风格的东西 有这些特色的 那么就容易入产 你要写的清秀 非常的阳光 写出非常整齐端庄秀丽 这种书体 展览入不了选 我们具体说 你写欧元柳照 你入不了选 就是我在网上 也和很多的朋友讲 你要想学好字 你就去写欧元柳照 写二王 写这个等等 这个古为帖 如果你要想入选 获奖等等 你写这些不行 你怎么办呢 你照着评委喜爱的那种书体 你去学习 那些人喜欢那种题 就让你入选 你写了欧阳勋 你不能入选 所以我跟大家说呢 就说 你要想把字写好了 你就休想 再参加全国展 你要想参加全国展 那么你就是 这个很难说 我自豪就能入选 就能获奖 这好像成了两回事 于是有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说 所以你曾经就多次入选全国展 你怎么说 如果我认为你写的很好 你写的就是欧体字 你为什么可以入选 我告诉大家 还是这样报纸说这句话 每一况愈下 在以前二届三届四届 五届六届等等 这时候我都能入选 到了后来我就 就不能入选 所以我也就不写了 而且虽然是我很早就不写了 但是那些写欧体字的人 写的都很好 甚至比我也不差 但是都不能再入选 所以掩体字 照体字 几乎我们打开了 历届所谓国展 的这个展建当中 见到写照体字入选的 几乎没有三两份 更少更少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上的 对这些东西 这个发表质疑 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且 在值得需要一提的是 这个 这个报刊上 这位作者 还引用了我的一段话 他在报刊后面来说 他说啊 评委们的艺术水平 哪里去了 由此使人想起 南开大学天运章教授 在北方网 这个访谈 所说的 啊 冒号 他说我说的话啊 中国书写的领导 和国展的评委 真正懂得 书法艺术的 不过三分之一 这些人 不是书画家 选出来的 是文联的领导 指定的 上面的领导 重视了 其政治素质 忽视了 业务修养 此语道破天机 他说我的话呀 道破天机了 这就过誉了 过誉之词 但是呢 是不是我的原话 是这样 看来不完全是如此 但大体上是这样 他们对评委 也非常有意见 引证了我的话 来 好像为了增加 他的话的 这个分量 实际上呢 我的话很多很多 批评评委 就是 这个国展乱就乱的 评委这 因为评委不是 选上去的 他就是 某种背景 这些人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 他上去做了评委 于是 这些评委 在上面 叫胡平乱论 当我指的是多数 而不是全部 有少数的评委 还是说 这个 有一定水平的 我们不要是这个棍打一片 但是我曾经看到 我全国书写评委们 在评评当中 我见到 我有一次在场 但是我不是评委 可是 我有资格出现这个场合 在那个场合当中 我见到 一个评委 对着一个省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作品 进行点评在那 他不是点评 这就是他自己一人说算 那几个评委干嘛去 喝茶 喝茶 聊天 聊天 吸烟的吸烟 去休息去了 就剩下他一个人 面对着 这一个省里边的作品 都要让他看 所以这一个省里边 是经过出评过去之后的 这个复评阶段 剩下大约 得有几百件作品 他一人在那点点评评的 就他一人说算 我就坐帮忙看着他 我看他怎么说 他就拉起这张作品 看了看之后 就说 这不行 这不好 那旁边那个工作人员 就拿看了 然后就拿起第二张 看了看 那这个还行 这就入选了 其中有一张作品 有一个这个作者 写这个那笔的时候 他这个角度 老朝上挑 就是老于这个角度 但这是很丑 这个评委 实在是说 他的书法水平还不是不错 他的审美能力也不错 他看别的都挺好 他就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那笔往上挑着一下 他很讨厌的 他就自己跟自己在那 这个这个说话 自己跟自己对话 他说写的还是不错 入选吧 就他自己一人说算 入选吧 他就交给了工作人员 那工作人员刚要接过去 他就拿回来 他这个那讨厌 然后说句话 这个那虽然不好 但是整体还不错 入选吧 他又递个那工作人员 那个人刚要接过来 他又拿回来 他冲着那说 我不惯你这毛病 拿下 啪就扔到那个淘汰你堆里边 你看 就是这一个人在这捣鬼 至于说 他是工心不是工心 这已经不重要 就是这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这样的这个 获奖也好 入选的东西也好 我们感觉是很尴尬 我曾经还说过 有一次这个四个人 拼选某一省里的作品 拿上一张作品来 说这个评委们看一看 刚拿上来 就评委的组长 他四个人当中有一组长 这组长就说 这件不行 就淘汰 马上淘汰 已经淘汰了 就是这组的另外一评委 说了一句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省数学主席写的 就说是咱们省的数学主席写的 那个评委赶紧说 快拿回来拿回来 对不起对不起 你看 这就是跟书法水平没有关系 一提到是那些省的数学主席 马上就拿回来 可能有网友问我 是哪个省的 这主席叫什么名字 我想这 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披露 因为我们讲的 不是某一个人自于好以患 讲的是这个问题 因此大家不必追问 真的是哪个省 哪个主席 但是我当时在场 见到这个情况 这是一篇评论 我们再看一份评论 这篇评论是这个 就叫书法报 据说是在武汉地区 有任何书法报 这个书法报对九届国展的评价 这个人他署名叫上官福贵 他在评论当中 他指出了在九届国展当中 存在这么多问题 我拿红笔勾立下 我让大家看清楚 我再念一遍 他说第一 反叛诸和 因为在历史上 书家是以中和为贵 因此汪熙之是书胜 就是因为他的字 不积不利 风归自远 所以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说 现代的国展 只是要求刺激眼球 要求视觉冲击力 追求眼球效应 对了 因此把这个中和的 这个书封完全破坏了 反叛了中和 所以他第一说 他的问题是 反叛诸和 崇尚丑怪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他说 二 肩笔刺眼 锋芒毕露 棱角折木 等败笔处处可见 他说 现在的国展是这样 他这样说 第三个问题 结构东倒西歪 支离破碎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 转笔改用折角 并折成 并拆成 两个话 拼够 本来一个横画一笔写成 他写这一半 然后再起一笔 这过去是不允许的 这是并笔 是错误 但今天拿这里的东西 当创新 因此把过去的垃圾 人们不要的东西 今天又失去起来 当作真品 那么他后面有说 他说 第五啊 是脚柔造作 兔缩兔身 轻飘浮躁 第五 第六呢 他说 取法低下 气息低俗 第七是 风格严重雷同 他只有七个问题 这风格呀 所谓风格 本来是宝义的 就是他们的特点 都是千步一枪 千人一面 所以本来他们 都在喊创新 结果创来创去 大伙一个模样的 甚至有些那个 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到都像 少鼻子没眼的 鸡心儿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应朋友的要求呢 我们演示一个赵子 这个赵就是 急赵的赵 我们用凯书 先演示一下 这个赵子 大家说你写完我 还不认识是哪个字 不认识啊 这是古碑铁当中 常见的一种写法 实际上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赵子 那么有的朋友会说 你干脆就这样写不好吗 你何必非得按古碑铁 那么写 因为是书法节目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对于这个古碑铁的一些写法 我们尽量的向大家 多介绍一些个 古代的一些个 书法常识和技巧 再看看第一种写法 先注意 写这个字的时候 先写中间这一竖 大家注意 这一笔 难度非常之大 有的朋友说 上次讲那个色子的时候 不是这个养钩 也是这个意思吗 不然 不相同 或者说 大体相同 在关键的部位上 还有区别 就是中间的数笔特别长 如果这样写 就容易写 大家注意看 这短的 比如野色 像这样的 比较容易写 用得让你把上面这笔写 长了 再拐过来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大家注意 这个难度要大多了 先写完中间这一个数 再仰钩 起来 再写这两边 这是这个字的笔顺 我们特别在把中间这个 加上数笔 很长的这两钩 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注意 起笔数 不要这坡度太大 不要这样起 就这坡度太大 感觉有刺痛感 要一气笔是这样的 看 上面基本是骑的 所谓骑也是有一点坡度的 看 总是有一点坡度 因为尽管你骑着骑 你往下一行笔 这地方还是有一点坡度 但这个坡度不要大 这是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 写这个罩子的时候 不能像写椰子 或者色子 下面那个脱钩 注意看 它那个是这样 这不是直的 这就像外 就是这个地方像外起 那么这笔好写 南语写照字说呢 竖笔又长又直 这基本是直的 到这个地方 到下面这才拐过弯 再完整地写下这个字 看 是这样的一个 长的竖笔加里脱钩 为什么要把这写直了呢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继续写个弯的 这样既然好写 为什么不这样写 因为这样写 给左右那两个部分带来困难 你看这样写直的 注意看 这也是直的 这边呢 还是一个直的方向 就看着这几个 这几个等量啊 兼具相等 就看着舒服了 写一个弯钩 大家看一看 就觉得不舒服 比如是这样的 这样写就好写多了 但是这个如果再写直了 再写直了 再写直了 大家看这就很难看 难看就难看 中间这个竖笔不直 所以 他一旦失去了稳定平衡 也就失去了美观 所以写这个字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难度 本来写竖笔也不难 写脱钩也不难 二折加在一起 就感到难 是这样的 这样写了 他开始觉得好像死一点似的 当他写完了以后 觉得他的结构是合理 因此我们说 欧阳勋的楷书 这是研究到家 大家注意看 欧阳勋写的赵字 就是这样写 原文九成功 是弗林异赵 弗林异赵 那么我们呢 不可减少的 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常见的这种写法 对竖笔也相对直一点 但是可以稍稍向内连一点 稍稍加一点弯度 就好写多了 是这样写 再写一遍大家看 都是相对的直 大家再看看 这个赵字的行书写法 大体上和古背贴上 基本是一致的 凯书兴书 基本如此 看一下 再看一遍 你看这笔了吗 就可以弯一点了 为什么呢 他可以顺势的都去弯一些 因此问题就不大 但是常常在古背贴当中呢 写这个赵字的时候呢 上面还加一瓶 加一瓶 这样写 借了很多 所以呢 在行书当中 也常见于这种写法 大家再看一遍 大家再看一遍 这很轻易的 一小瓶 顺略下来 开始 是这样的 这就是行书的基本写法 看一看 这个字草述的写法 更加简约 草述 注意看 草述的基本写法 把这个 这两个东西 简约成了这样 那么跟这个赵字 联系起来 有很多 这样类似的字 比如说 写个桃 就是这个桃字 前辈书家经常是这样写 草书呢 就是写成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因此呢 我们对于这个赵字 大家应该学会 古为帖的这种写法 尽管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场合 注意人群 但是 我们不能不会这样写法 因为前辈书家在这个字上 有很多的技巧 需要我们掌握 今天关于这个赵字的 凯星草三种书题 暂时介绍到这里 我会见到这个赵字上 我们不就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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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